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屋顶要是通过四楼的公共渠道 也就消防通道 安全通道走到我们的屋顶的 发现进不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装了一个非常阳非常大的一个门 把整个安全通道就堵住了 丁律师的商铺属于杭州东河景园小区五状的底商 四楼级以上是住宅 三楼商铺的屋顶正好在四楼形成一个平台 丁律师说 之前室外机没有装在屋顶 现在因为要多装几台 所以要换位置 从小区三状看向五状可以发现 三楼楼顶的这处平台几乎都被草皮覆盖 上面有树 还搭了亭子 那么他的意思呢 他花了一百多万钱 花了很多钱 他买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这个阳台才来买这个房子 那我说这个房子呢 一个这个屋顶是 我是房东嘛 我自己会专属 会管理 那假如是大家都很和谐 你把门开着 我们装空的不影响 那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你上面做点绿化什么简单一点的还没关系 丁律师觉得楼商业主的做法属于违建 他还提到 因为楼商业主中了绿植 导致自己的屋顶漏水 现在他要求楼商业主进行维修 同时把门打开 让他好去装空调外机 根据丁律师提供的号码 记者尝试联系楼商业主邱先生 小区物业经理表示自己刚来不久 不清楚这件事 但可以确定通向平台的这扇门不是物业庄的 丁律师提供了一张楼上业主邱先生给他的通知函 上面写了邱先生经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书面授权和委托 负责管理维护四楼的绿化带 四楼绿化带原本规划为整栋楼公共区域和屋顶绿化 本套物业已于2001年2月16号 获得开发商书面授权委托 专职维护管理绿化带 所以丁律师无权独自占用该出绿化带 丁律师手上那张房屋规划图纸 四楼这块区域有一部分标出了屋面绿化的字样 记者向杭州市下城区住建局园林绿化发展中心进行了解 副主任马东介绍 当初房子建成时 这一块是明确规划为屋顶绿化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这个范围因为比较明确了 那么超出这个图纸范围的应该说 它不属于现有这个绿化的这个范畴 那么那些地方呢 它可以放一些设备上去 马东表示 这块绿化区域理论上属于物业公司的管理范围 如果有约定让某位业主代为养护也可以 不过一不能改变绿化的性质 二不能占为私用 物丁绿化毕竟属于全体业主公有的一个财产 那么还是建议维持它一个开放性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这块绿地 整体的这个景观效果也比较好 那么还是希望它应该能够对外的开放 丁女士表态说 它可以按照图纸在绿化区域外安装空调 但前提是楼上业主得先把门打开 好好商量 同时也希望业主把涉嫌违章的建筑拆掉 前期我们这个里面进去 我们也经过一个现场勘查 那么下一步呢 反正还在调查当中 下一步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是涉嫌违章建筑的 那么我们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和城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做出相关的处罚决定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